我们来看这一行的书写 副字打头 它的笔画都写得饱满 含蓄 所以 遇到这种字 我们也要就是说仔细做一个观察 说不可能雁塔圣教区中所有的字 都是灵动的 基本特征 而是整个过程中 它有以什么为主 以什么为辅 也就是说灵动 活泼为主 但它中间会穿插 一些 含蓄 厚重 饱满的字 作为调节 而这种字的书写呢 各结构部首之间 它们的高低 疏密 都要仔细注意 彩 这个字 写得舒展有致 但是它这种舒展里边 又不会显散 我们看车子这个短数 它整个是爆气的 而且它以一种这样 向内的式 向内 向右上的式 来集结笔画 而这个割钩呢 书写的时候 它的角度 它的力度 包括这个钩 往回挑 要带 带什么 带这一笔 带过来 这个点 落的地方 看好位置 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副字 第一个副字 它都显得比较含蓄 饱满 而这个乙字呢 它就动感十足 我们来看 到这边一带一切 向上挑 挑上去 呼应这个点 所以这个字很特别 左右结构的字 如果我们比式 没有印带的话 这个字会显得 左右 离得很开 而这个点呢 我们来看 通过看原石 看榻片 我们会发现 它就像张草一样 出了一个短短的 翻背的一个纳 看 以字是比较分开的 而含字呢 它通过撇纳 香蕉 整个把 全字 抱得非常紧 而且它撇纳的书展 也不是均等的 它这个书展是 左长右短 笔画之间 它有一个呼应连带 所以说这种收放的关系 并不是说 非得很明显的 很强烈的 全是放 或者全是收 这种收放 看 一般来说 我们把撇纳的字 很少写的 就是说左右收放 这么明显 但这个含字 特点是非常明确的 注意这个生字 我们含字 这种上边放 下边收 而到了生字呢 完全收 它这种收 也是因字复形 我们来看 它把生字 写得 瘦长 横画 都缩得 比较短 写这种字 同样要注意到 它笔式的印带 要不然 都容易变成 简单的笔画摆放 我们刚才说 因字复形 把生字写长了 所以底下这个四字 也同样 具有这个特征 四 我们把这个四 要写成生字 那么长 那会很难看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四字 它这个贬字形 安排的 对比强烈 它和刚才那个生字 对比非常强烈 一个长 一个扁 所以我们在 归纳 雁塔圣教序的 结构特征的时候说 整个字帖 是以扁方为主 我们一定要 体会里边的 为主两个字 以什么为主 那相应的 就会有 以什么为辅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十字 它就变成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方块 它笔式之间的呼应 非常明显 注意这个钩 饱满 有力 向内包 呼应这一个点 这个点 同样是饱满 圆润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行 请按赞 这个钩 我们看一下 ّ纳